意大利总理,拜登无意干涉一带一路决策 德国之声中文网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Georgia Maloney周四,7月27日抵达华府 在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将加强合作以应对北京 并讨论了意大利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协定 彭博社吉路透社报道,梅洛尼会后向媒体表示 拜登完全信任,Fully Trust,意大利与中国所建立的平衡关系 且华盛顿的态度并非要对意大利的对华决策指手画脚 他并强调,意大利将在12月的最后期限之前 就是否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决定 2019年,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 成为七国集团G7终唯一加入该倡议的国家 引起美国和欧盟的反弹 该协议将于2024年3月到期 若签约双方未提前三个月及今年底提出异议 将自动续签五年 彭博社指出,梅洛尼作为极右翼领导人 不断巧妙地重塑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据悉,梅洛尼正设法在不引起北京报复的情况下 退出一带一路 并透过私下管道不断向美国保证此事 不过,梅洛尼在会后也重申 与北京保持建设性对话至关重要 据报,罗马正在酝酿一项战略 设法摆脱该倡议 而今年5月,梅洛尼曾表示不续约该倡议 也能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 此次访美期间,梅洛尼更透露 他预计将在下一场外交行程中出访中国 并可能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梅洛尼与拜登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 重申了美国和意大利之间不可动摇的联盟 战略伙伴关系和深厚友谊 并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承诺将就中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加强双边和多边磋商 梅洛尼也在会中表示 美国是欧盟之外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并呼吁各国应采取公平贸易 避免损害劳工权利及安全 此言被贸易专家解读为在建制中国 路透社报道 拜登对梅洛尼的到访表示欢迎 并称两人已经成为朋友 会谈中 拜登也提到美国与意大利去年 推动了超过1000亿美元的贸易额 在我看来 没有理由不持续这样的关系 强调愿与意大利持续加深经贸连结 会上 拜登还邀请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一同出席 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而该部门率先对销往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实施了出口管制 去年 七国集团也正式启动了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The 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替代方案 今年5月在日本七国集团领袖峰会上 各国也表示正在努力减少对其他国家的过度依赖 但不会脱钩 路透社分析 受邀访问白宫是意大利总理的例行公事 但这对去年10日府上任的梅洛尼来说是展现强硬态度的时机 因为意大利将于2024年担任七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 在中国势力扩张和俄乌战争之二大议题上 意大利因立场不够强硬而遭受批评 彭博社指出 虽然梅洛尼从未动摇过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在其联合政府中有部分政党 包含反移民民粹主义的政党联盟 The Anti-Immigrant League和意大利力量党 Forza Italia 过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 Radimir Putin保持著友好关系 在共同声明中 美国与意大利再次重申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共同抵御俄罗斯的非法侵略 声明写道 只要需要 美国和意大利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 军事 财政和人道主义援助 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过 双方在部分议题上仍意见分歧 路透社报道 拜登回避了有关LGBTQ族群权利的相关问题 并针对意大利如何妥善处理来自非洲移民进行讨论 独家 昂山素姬出狱 中国特使推动 点点今天是主持人和平队六度世界网友说 中国亚洲事务特使邓锡君可能推动了昂山素姬的出狱 改为软禁 邓锡君目前人在缅甸 将与卯山素姬见面 据过缅甸的和平曾经判断 中国有能力介入缅甸的调解 地方反对势力与中央政府都有意如此 缅甸军政府在2021年2月 以选举舞弊为由 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姬 翁山素姬 恩桑素姬 领导的文人政府 时隔两年多 最新消息指翁山素姬已被移出监狱 综合法新社等外媒报道 昂山素姬所属政党全国民主联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有官员28日向外媒透露 他已从被监狱转移到政府大楼 入住一处高规格防备的住所 在2021年初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缅甸变陷入混乱 催生出许多反抗军政府的反对军 大片领土都深陷内战 成千上万名政治犯被军政府关押 甚至有民选议员 近百位全国民主联盟成员遭杀害 联合国安理会去年底 曾通过一项关于缅甸的决议案 要求缅甸军政府停止暴力 释放政治犯 当时缅甸军政府迫于压力下诚诺会举办选举 却又于今年3月一口气宣布解散40个政党 包括全国民主联盟 理由是他们错过了新法律规定的政党登记期限 分析认为 军政府此举 不排除只是想消除西方制裁力道 并不是真的想放了昂山素姬 更不可能让他重返政坛 而对于已经跟军方对抗一辈子的昂山素姬来说 居家软禁也非新鲜事 他就曾在1989至2010年之间 连续被软禁长达15年之久 直到2010年11月缅甸大选后才获释 影射社会丑恶 刀狼 罗沙海誓 爆火 星岛日报驻今观察 杨俊元 那马虎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沉寂多年的内地歌手刀狼 近日推出新专辑 山歌料哉 其中的歌曲 罗沙海誓 一夜爆火 霸榜全网 此众盛况 在当下华语乐坛相当罕见 网民大赞 歌词隐喻挥谐 句句诸击 影射了诸多人和事 取掉一复古婉转 清静草民底层 深受普罗大众欢迎 由于罗沙海誓 与清代小说家 蒲松林创作的文言小说集 《聊斋志议》当中 一篇故事同名 网民纷纷查阅点击 试图解读 罗沙海誓的 弦外之音 《聊斋志议》中的 罗沙海誓 乃愤世嫉俗之文章 描写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家 《那里眉丑颠倒》 欲是争名怪异 欲以之未美 欲显荣华富贵 文章写尽美风姿 《少涕躺的主人公马迹》 寄遇的坎坷与不公 由于刀狼的同名歌曲步伐 他见着罗沙国里长颠倒 马虎爱听 《那幼鸟的曲》 三更的草鸡 打鸣荡思辰的表述 有评论称 联想到刀狼这些年遭受的批评 让人感觉 这首歌曲有字框的味道 指桑骂怀 汪峰、高晓松联系起来 2004年 刀狼凭借2002年的第一场雪 走红大江南北 拿下不少奖项 为当时乐坛传出 这名草根歌手 遭到一些大腕排挤 有人揣测 罗沙海誓的推出 是刀狼复仇 北京《新京报》评论则称 埋头十年创作 只为骂人不带赃字 完成一场报复 这大概也就不是刀狼了 还有评论说 这首歌其实包含 对整个社会的暗讽 从指鹿为马 到指鼠为鸭 再到指驴为鸡 这个世界乱套了 乍一听歌词是无厘头段子 实际内涵和外言 让人有无限想象空间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苗怀明受访表示 刀狼选取角度巧妙 用流行歌曲演绎古代名著 非常成功 我愿意解读 为刀狼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嘲讽 不是具体 针对哪个人 这样 他的歌曲才更有意义 香港特区政府回应 美方禁止李家超出席APEC会议 香港特区政府刚刚发布新闻公报 回应传媒查询 有关华盛顿邮报 引述所谓消息 指美国方面决定 不让香港特别行政区 特区行政长官 出席亚太区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金河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特区政府今日28日 再次指出 美国应切实履行 东道主的基本责任 依照亚太金河组织的常规 及一贯作法邀请 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出席会议 新闻公报称 亚太金河组织举办会议 有其一贯规则及习惯 根据亚太金河组织 主办会议的指引 亚太金河组织成员 经济体的领导人均 会被邀请 出席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而东道主有责任 向各成员 经济体的领导人 发出邀请函 为成员经济体领导人 出席会议提供便利 亚太金河组织会议 不属于某个国家或经济体 而亚太金河组织 亦有其规则和习惯 任何东道主 都要按着这些规则 和习惯邀请成员参与 特区政府 已多次公开表达上述立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